Hello 現在六點鐘都未到 沙基灣的街燈都還開著 那麼早下來做什麼呢 要走去沙基灣街市走一轉 麗姐都未開 所以真的超級早 你看我開機都開到搖來搖去 就知道我真的還沒睡醒 走了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街坊有說到 我新開那個菜檔 情況不太好 於是我就順手看一看他們開檔的情況 轉左邊看一看 哇 整半條行人路都是貨 但我又不敢走過去 因為他們在搬東西 我就離遠錄一錄 遲些再回頭 早上六點 其實跟家人來喝早茶 這間店的位置相當隱蔽 有點心 當然也有一些蒸飯 一些日常喝早茶的東西都有 你看他整間店都是人 全部都是做熟客的生意 有腸粉 糯米卷 麵包仔 叉燒包 都是相對來說便宜的 都是便宜的 大家可以過來看一看 整間店要不就吃東西 要不就大家一起握高頭看電視 很有倫理的感覺 說真的 看看菜單下午的情況 快點過來選 錄音開得很大聲 還要無限loop 如果鄰間那些下午 在家睡覺的那些 真是超慘 大禮的 全場所有打飯都是五元兩塊 任空的 五元兩塊 更快點過來選 因為今晚約了中學同學吃飯 所以臨出發之前 都會預算時間 在地鐵C出口派陣貓子 看著標 要預算時間出發 由於地點是到銅鑼灣 所以搭2X應該是最快的 不需要在沙基灣巴士總站搭 如果你是近進風E座的位置 其實這裡坐車一出 就是在沙基灣 所以其實挺方便 快得來其實20分鐘 都可以出到銅鑼灣 這間就出名白色小籠包 就走啦 我不是 一人有一隻有一隻 一人有一隻有一隻 一人有一隻 對 對 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誰是人心 這個蛋 這個 你們有沒有人心 應該不是 這個 好 好 我都吃了 好 很多謝中學同學訂碟 如果不是真的是在門口有牌子等阿 回到家經過重災區核點看一看 仍然有很多雜物放在這裏